没错你刚提到建商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推动都更的业者 其实刚刚有一则新闻我们有看到 就是有很多业者会觉得说 这样会让他们会减少他们想要推动都更 或者是这样会抑制我们都市更新的发展 你怎么看现在业者推动都更应用会不会被影响 我觉得暂时应该有可能是 其实也有一些业者会认为说 其实老旧公寓 过去其实老旧公寓的一个卖点就是 可以参与都更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今天他们其实 我觉得主要还是回到将来看 所谓的法修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如果今天因为大法官的这个实现 我们给予少数极少数的住户 具有相当的抵抗权的时候 譬如说可能一两个住户或两三个住户 其实他不同意的时候 整个都更案可能推动 就会变得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会反映在 老旧公寓住宅的价格上 这直接冲击到对不对 所以就很多人关心是说 那老旧公寓的房价 是不是也会被这个影响到 有业者其实预估他们暂时可能是会影响到的 因为毕竟第一个就是说 所谓的其实大家想 有一些当然是买来自己住 这个无可否认的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投资客 其实他看准的就是所谓的 都更的这个题材上面 那如果你今天都更的难度上是变得比较提高的时候 或者是让民众一般来说 其实现在观望 因为我们毕竟修法 大法官是说 你希望是在一年之内 他给他期限一年之内来完成修法 那接下来还要看修法的状况怎么样 那如果修法 我们会认为说 其实提高的整个难度的门槛 是大幅提高的时候 我想一般所谓的投资客的部分 他其实当然看 必须要更精准的来衡量 这个案子到底成或不成的几率有多少 我觉得暂时来说 应该是会有一点点影响 其实蛮多业者已经开始在反映说 如果风险成本变高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要不要进场去做这件事情 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当然 因为其实对于建商来说的话 最回归到最根本 还是是不是有利可图 对 不会有人想要做赔本生意的 而且对民众来说 其实民众也是在想说 我今天买 或者是我今天居住这个老旧的公寓 我可不可以换到 其实换到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就是整个文林院的案子 其实进展了这么的久 可是却在强制拆除到现在 其实一整年都没有动 对那36个住户来说 那36个住户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其实是真的是绝对的多数 对 没有错 可是现在为了一户 对 就是为了一户 两户 其实王家其实拥有两个门牌号码 那所以他们会认为说 以这么绝对多数的状况之下 其实还是会卡在这个 这个都更的过程当中 进展的其实是非常的不顺利 我想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其实是会果足不前的 那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就是说当然很多人关心说 都更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房价 你所了解的是 现在有多少老旧地区 我们如果以台北市来看的话 是可能会经过需要被读根的 那他们现在房价是已经有在 蠢蠢欲动了吗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应该要看不同的区块 其实每个行政区的状况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现在以现在台北市老旧 老旧住宅的部分 其实万华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域 这个部分也是比较多的 那其实那个数字 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了 不过其实台北市有很多 其实都是大多数 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 四五层楼的老旧公寓 看起来就会被影响到 他们的房价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还要看 他是不是可以 有没有读根的条件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是回到最根本 除了房子 我觉得一般民众会要想要读根 第一个是你房子可能 其实是相当老旧了 现在其实以市府这边 其实通过的案子来说的话 其实它都可能是30年 或者更老旧 可能40年左右的 一个老旧住宅 那在这个部分来说 其实居住的环境 其实是相对不好的 所以他们当然会有 比较强烈的 譬如像南港有个案子 他们其实会有 比较强烈的都更的意愿 那最后还是要看 因为中间还会有一些变数 即使是到最后 都走过了所谓的 都市更新事业概要 也通过了都 也核定 市府也核定了 都市更新事业计划了之后 我们最后还会有一个 全变的过程 就是要换算说 我今天我的房子 我的老旧公寓20坪 我可以换到新房子 换到多少坪 这个部分其实还是 这还会是一个 另外一个更难的关卡 如果我今天 我明明有30坪的房子 换成新房子之后 我可能只有20坪 20坪 或者是 好 我还要扣掉公社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 大楼的梁柱的部分 那我所拥有的坪数 其实是 我会感觉到 我的居住空间 是相对缩水的 所以这个部分 市府也有提一些案子 希望可以达到 是说老旧公寓的更新之后 可以以一坪换一坪 对 谢谢